这次跟香港中业团合作是很愉快,因为以前合作过几次,每次都是大家非常高兴,而且效率挺高,而且大家演奏得非常好。 非常敬业,这一点是其他团比较少有的。 广东音乐它是一种乐种,它分三大部分,一个是广东音乐,再一个是汉乐,再一个是朝乐。 广东音乐整个来讲是非常悠然自得,非常舒服的。 也就是说,大多过去都在自娱自乐,自己能够搞虎一拉,消一吹,琵琶一弹都可以。 现在我们把它写成交响性的一个乐队来表现,那就更丰富。 所以说,我相信在香港演这么一场演员会,会给听众一个很新的一种感觉。 我们这次呢,也有一些新的创作,用一些现代的,近代的一些手法,新的手法,交响性的一些手法,来创造一些老的曲子。 你就拿《平湖秋月》,它也是一种新的手法去写。 《娱乐生平》不仅仅是这个旋律,它也是新的手法去写。 另外呢,还有一些,就用广东音乐的一些素材,有一些动机,来写一些曲子。 不失他的清心,不失他的那个优美,悠然自得的那个,非常放松。 我只希望观众细心细心地听,这里边有我们台上的所有的艺术家,包括指挥在内,他精心地创艺术创作。 只有大家伸进去,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艺术享受。